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二次空气喷射系统切换阀壁回路打开是什么意思?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,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到其、拉姆、福特、GMC、雪佛兰、大众、丰田等。 尽管是通用的,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、型号而异。 当我遇到诊断代码P0416时,它意味着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已检测到二次空气喷射SIDE系统切换阀回路中的故障。 该特定的转换阀已指定为B。 通常,B表示使用多个转换阀的系统中的特定转换阀。 用诊断术语来说,开路一词可以代替断开、断裂或割伤。 请咨询可靠的车辆信息员,以确定有关车辆的SIDE切换阀回路的配置以及切换阀臂的确切位置。 作为减少有害废弃排放的一种方法,SIDE系统将环境空气泵入发动机排气系统。 大多数汽车SIDE系统使用皮带驱动泵吸入环境空气,对其进行轻微压缩,然后将压缩空气注入发动机排气气气管。 由PCM控制的单向阀、切换阀、指挥阀和旁通阀用于调节和分配气压以及保护SIDE泵。 PCM从策略性放置的压力传感器接收电压输入信号,以监视SIDE系统压力的波动。 当达到所需参数时,PCM电子打开所需的阀,并允许将二次空气泵入排气系统。 一些车辆配备了带有电子泵的SIDE系统。 在这种类型的系统中,PCM监视压力传感器并在需要时启动泵。 如果PCM检测到来自SIDE切换法表示违逼的电压输入信号过低或不存在,则将存储代码P0416,并且故障指示灯可能会点亮。 其他二次空气喷射系统故障代码包括P0410、P0411、P0412、P0413、P0414、P0415、P0417、P0418、P0419、P041F、P044F、P0491和P0492。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SIDE系统仅与减少废弃排放有关,对发动机的运行并不重要。 存储的代码P0416不应被认为是严格的。 该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,该代码可能没有任何症状。 SIDE管道或泵可能发出嘶嘶声或刺耳的噪音SIDEBON发出大声的抱怨声原因。 设置此代码的潜在原因有,烧毁或断线盒,或SIDE系统中的连接器冻结的SIDEBON。 在急冷气候地区,SIDEBON不良SIDEBON寄电器故障SIDE压力传感器故障诊断和维修程序诊断扫描仪, 数字福特,欧姆表,DVAM和诊断代码P0416需要可靠的车辆信息源。 我将通过检查系统接线和连接器以及驱动泵的蛇形皮带,如果适用,开始诊断。 根据需要维修或更换段路,然后重新测试系统。 如果泵是皮带驱动的,并且皮带丢失或有其他故障,请在继续操作之前进行更换。 更换皮带之前,请确保泵用手可以自由旋转。 泵故障在高里程车辆中相对常见。 如果赛泵是由电动机驱动的,那么我此时也想检查系统保险丝和继电器。 如果目视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故障,则将扫描仪连接至车辆诊断端口,并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并冻结车架数据。 这些信息可能对我的诊断很有用,所以我喜欢写下来。 现在,清除代码并试驾车辆,已查看P0416是否已重置。 请咨询您的车辆信息源,已在技术服务公告TSB中搜索与该车辆所显示的代码和症状相匹配的条目。 由于TSB是使用来自数十万次维修的数据组成的,因此其中包含的信息对于成功诊断非常有用。 在极端寒冷的天气条件下,皮带驱动的塞泵会因结冰而结冰。 通常,将单向指挥阀集成到进气软管中,以防止冷凝水到达塞泵。 单向单向阀经常发生故障,并允许排气中的冷凝水进入塞泵。 凝结物冻结后,兵会卡住塞泵、皮带驱动,或使其结冰并熔断保险丝电动泵。 使用扫描以启动电动塞泵。 激活泵后,使用DVAM测试塞泵的电压和接地。 如果未检测到电压,则怀疑保险丝稍断或电源继电器损坏。 如果所有保险丝和继电器都完好,请使用DVAM检查电源和泵之间是否断路。 在使用DVAM检查电路电阻之前,请断开所有相关控制器的连接。 如果未检测到接地,请使用车辆信息源找到合适的接地源并测试电路中的压降。 使用DVAM和所选车辆信息源中的规格测试塞压力传感器。 其他诊断注意事项,保险丝熔断通常是对短路的反应,而不是故障的根源,可在使用前允许冷冻泵融化,以避免灾难性的泵损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